作为森迪和小料改的妈咪,34岁的叶仪剑此前被网友吐槽发福,变老乡大妈。 不过,最近的叶仪剑穿衣风格变化非常明显,酷帅,少女,时尚女王统统都不落,今日,叶仪剑现身机场,一身休闲装扮的叶仪剑,帅气又不是时尚,看起来心情大好,粉红色那单笑皮可爱,搭配牛带裤和运动鞋非常休闲减零,洋溢着清纯气息,外面穿着长款白色西装, 虽然看起来像穿着白戴褂似的,但是好在叶仪剑身材高挑,驾驭这种的风格也是轻而易止了,配时方面,一顶灰色复古帽式的整套搭配的时尚感飙升,叶仪剑大气,在战相和这顶帽子的契合度很高,再戴上一副经典款墨镜,妥妥的时尚女王,穿搭如此时髦的色蝶妈妈看起来信心满满,活力十足, 皮肤状态和精神状态看起来也是好极了,这套搭配整体看来有着满满的高级感,显得叶仪剑年轻时尚,身材高挑,谁说她像大妈了,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好吗? 而前几天玩晒衣失踪的叶仪剑,少女感爆棚呢,白体恤配黑色超短裤,再穿上一件宫装外套,完全看不出她是两个孩子的妈,素颜出镜的叶仪剑扎着马尾辫,戴着白色牙蛇帽,面对镜头非常自信, 不过,叶仪剑这脸上法令纹有些明显啊,看来笑太多也是有副作用的,平时还是得做注意保养才好,这套搭配可以看出叶仪剑腿很长,同时腿也很粗,当妈之后的叶,依稀确实比年轻时候胖了不少,一家四口同行的画面,也是很甜很幸福了, 同框森蝶居然像姐姐带着妹妹,看来带着孩子的业一切,在穿戴方面没有松懈,休闲的装扮,简单的搭配,还是时尚辣妈一枚,家庭事业双丰收的业一切,幸福都写在了脸上,这样的状态下穿什么,都会自信买买吧,你觉得呢,编辑做我的的猫?